圣德高山门的重要答复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回复求证者们的提问 农历正月初二 第二道答案 你们说对了一半 确实想要得到内密贯点 首先大圣者师要欢喜为你贯点 但这只是过了第一关 如果大圣者师都不同意 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无论谁建立什么功德 只要对佛菩萨级别的内密贯点师 不能断移生性觉向操纵 就坏心音本质了 世尊说金刚战 断移生性觉向操纵 已经说明 移为断灭善根之本 你不真诚打妄语 哪怕故意给内密贯点师说了一句假话 就犯了水口根本罪戒 贯内密顶就得不了贯了 而且凡贯起了内密顶或进行顶的弟子 只要对内密贯点师故意说一句假话 本尊就会远离 所贯的顶就会减坏总指 法力自退 凡有贩者必须当下彻底忏悔 改正后绝对一次都不能再犯 绝对忠心 如果是受本尊法源灌顶 本尊是百分之百 不会到场来接收打妄语的弟子的 要明白 内密贯点必须经过两大关 灌顶师欢喜为你贯点 只是过了第一关 还必须要经过责觉的第二关 而责觉观不是灌顶师说了算的 但是如果你对灌顶师故意说过假话 有本尊掌管的责觉观绝不会偷过 所以灌不成内密顶 因为本尊不认可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带大圣德们执笔回答提问 2018年2月17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